音樂 Hello大家好我是布蘭達 我是極簡維尼 今天是極簡課30挑戰的第二天 那第一天的挑戰已經完成了嗎? 困難嗎? 繼續加油喔 相信到了第七天 或是更多天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出来 甚至会爱上这种感觉 那第二天的挑战就是和过多的雨衣 还有雨具说拜拜 那雨衣的话呢 通常是有骑机车的人 可能比较容易会拥有 那如果你是机车主的话 通常你会在车上就会放一件雨衣 那原则上不太会有过量的问题 通常都是那个后面被载的那个人 可能都会下雨的时候才突然就是去路上买 所以就容易会越买越多 所以要特别留意跟意识到自己 是否不是在这部分 很常去买轻便雨衣的一个消费行为 像我们就特别注重 携带的方便性和轻巧性 所以的话我们是比较偏向是买这点伞 不会买一般伞 因为伞真的很容易丢 不知道丢多少 像是一家餐厅 就是去书店或是去咖啡厅吃完饭 然后离开之后 只要只是雨停了 通常都会忘记带走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尽可能的 然后马上就收起来放在包包里面 然后折叠伞随身携带 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就够用了 好所以我们建议的话 其实一个人大概就是 顶多就是拥有一只不到两只 你可能包包一只 可能家里一只好了 顶多顶多 你可能公司那边可能有时候需要放一只 大概不会超过三只 应该就会非常足够了 假如说你家有四个人好了 以就是一个人一到两只的概念去想的话 包括雨衣哦 所以说在家里的话呢四个人 那可能就是不要超过八个雨衣 以及雨具 那多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可以带去公司当爱情伞 其实也可以的 那家里面就会感觉更清爽一点 好 那通常雨伞比较多是放在玄关 你在完成昨天第一天的 的鞋柜挑战之后 所以其实可以顺手的执行第二天的雨具挑战 那我和维尼就是放在外出包包的一人一个折叠伞 就非常足够了 那现在就花只要十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第二天的挑战咯 加油 加油雨伞 好那就明天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